這應該是要推到哪裡吧 阿幹 推錯邊 Sorry 唉唷 幹 我違法實驗 阿波羅過世殺人 為了生存盜竊 那 醉嗎 可是這樣不合理啊 那Luna跟尼爾他們是幹了什麼 瑞德哥有玩過嗎 誰啊 喔 你說那個嗎 他應該對這個故事應該蠻熟悉的喔 對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還是希望就是盡量先不要講 因為我有玩這個遊戲阿 我習慣會去猜劇情 所以你這樣講的話 因為你這樣講的話 我怕我會那個 這樣感覺好像提前知道什麼 我覺得很可惜 唉唷幹 好好玩 我覺得我們對於好玩的第一很不一樣 如果我們打不過這些東西 就要比他們聰明 其實有些東西我想要做一下確認 所以 如果假如你們就知道這個遊戲劇情阿 不好意思 可能要請你們稍微打住一下 這是我玩遊戲的習慣 我喜歡猜他的劇情 當然 當然當然啦 那個這個 這個我也沒辦法強制阿 因為我也 誰知道你們是不是真的玩過 還是怎樣 第三 也就是說有不好的事要發生了 我們不能站在這 必須 蛤 WTF 露娜 你沒事吧 露娜 你沒事吧 我們看不到她 她也沒辦法回答我們 露娜 如果你沒事就敲石頭 露娜 收了口氣 你及時躲開了 你為什麼要推開我們 她可能想讓我們及時躲開以救我們 這是小提大作我不想這樣 我想和露娜在一起 我不希望她獨自一人在這種地方 我們想辦法讓露娜逃出來吧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從兩條路去火車那裡 但這塊石頭把他們阻斷了 我覺得每條路都有各自的陷阱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們去露娜那邊就會錯過火車 是我是這麼想 該怎麼辦 我們應該問問露娜 露娜你想在這裡等還是自己走 選擇第一個選項敲一下 第二個就敲兩下 你確定你想自己走嗎 如果你想這樣那就這樣吧 小星條我知道你很厲害 也知道我們很快就能見面了 跳石頭會痛對啊 露娜我要告訴你一些常用小技巧 如果你看到一張很大的紅色地毯 看看下面有什麼 不要踩心形血跡 需要數字44977 這是常用小技巧嗎 我覺得他們都很特別餒 我們該走了對吧 是最好別浪費時間 露娜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了 如果我們沒在火車上見面 我就去找你 我不會丟下你自己上火車的 她知道 她知道這些所有機關 走吧露娜我們要快一點 要盡快見到露娜 常用小技巧 蛤 蛤 是騙我沒有看過 是騙我沒有去玩那個什麼 去了解求生的那個 我不想要這樣露娜 我希望能看到你平安無事 所以她搞不好時間也到了 然後她想要拿走 其中一個人的 但她想拿走的人是 露娜快點你怎麼那麼慢 我們要盡快露娜會合 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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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給你看過我的懷錶了 你用手指擋住指針 我看不到她有沒有在走 蛤 我不告訴露娜 是因為我覺得這應該由你自己來說 所以你要對她隱瞞這種事你想做什麼 Answer me 回答我 你怎麼這麼快就知道了 因為我在其他建築物裡也經歷過類似的事 露娜也注意到了嗎 不 她相信你 我明白了 真是收了口氣 拜託別告訴她 在我們找到火車之前都不要 為什麼 我已經說我不要給她錯誤的希望 這樣對她來說會更難接受真相的 有時候說謊比說真話要好 我不認同 我知道我做的不對 拜託了你了 聽我說 我知道你是對的 但我已經被困在這裡很久了 我可能是被關在這些建築物裡最久的人 我感覺就像我的內部正在慢慢死去 我知道三小時後你們就會乘上火車 而我會留在這 再一次孤身一人 真的是人很好欸 但至少在這三個小時裡 我想忘記這些 我想再次感到快樂 哪怕只是暫時的 再零 如果我現在告訴她真相 她就會傷心 會為我感到遺憾 我想在這三小時裡製造些美好的回憶 靠腰 好 欸 剛剛那是什麼 我剛剛沒看仔細 謝謝啊 感謝你 感謝你 剛剛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個又沒有跳欸 真詭異 喔 SKY在揪團是不是 謝謝啦 呵呵呵 好喔 感謝 欸我剛剛那個 唉唷 謝謝訂閱 我認得出來這個訂閱的聲音 欸為什麼這個沒有出現啊 啊我把追隨後面蓋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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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我是天兵天獎 為什麼好角色都會死 她應該不會死啊 但她可能會遭遇一些危難就是了 我想指引你們 然後在火車站前告訴你們真相 無論什麼時候告訴她都會讓她能過 但如果不告訴她至少還能看見她的笑容 你能明白嗎 是 我明白 你也很堅強賽林 在想哭的時候微笑並不簡單 雖然你這麼想 但你一直在微笑 所以Luna不會注意到的 這很了不起 但你們沒必要再這樣了 我不會告訴Luna的放心吧 你啊 呵呵呵呵 對不起 我已經受不了了我的眼淚 我可以抱你嗎 當然 真的嗎 儘管我們剛剛才認識 這樣不會很奇怪嗎 你是不是想要偷走她的 然後到時候再還她這樣 我不在意 但我哭得很厲害 你還會把眼淚沾在你衣服上沒關係嗎 沒關係想哭就哭吧 沒關係想哭就哭吧 呵呵呵呵 你們兩個該不會趁現在做一些什麼奇怪的事情吧 謝謝你也有真的需要這樣 沒事我知道你感受 我已經把眼淚哭完了 現在我滿血回覆 賽林安布羅斯回來了 你們該做什麼 你熟悉這棟建築對吧 我知道你時間用完之後 這裡的陷阱也都失效了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自由探索這棟建築 直到有人來 這兩條路是有焦點的 我們會在找到火車之前見到露娜 如果露娜聽從我的建議她會沒事的 事實上有問題的是我們這邊 為什麼 我剛來到這棟建築的時候走的是另一條路 所以你給了露娜那些小技巧 是因為你知道她會遇到什麼 是 我本來是打算我們一起走那條的 但露娜為了救我們把我們推開 結果我們到了另一條路 我現在幫不上忙了 我不知道這條路上還有什麼威脅在等我們 嗯 說實話我覺得沒問題 我們努力活下來和露娜會合吧 你兒 我喜歡你的思考模式 我要確保你和露娜能上火車 說起來 我剛想起來這條路通向這棟建築的臥室 我在那放了能派上用場的秘密武器 蛤 沒錯我之後會讓你看 走吧不要浪費時間了 嗯 嗯 懷錶 這裡有東西 嗯 子..子彈 活的 考驗這些床間 希望她能射得搬來一些 就是為了讓一切更壓抑 這兩年超可愛的阿 對阿 我還蠻好奇一件事情是 他到底想幹嘛 打槍槍 太快了吧 這沒什麼好驚訝的 那這個該驚訝了吧 檢測到乘客 自毀程序啟動殺小 炸彈將在15分鐘爆炸 炸彈 太突然了吧 我沒想到 賽雷你比較熟悉這個地方 你知道炸彈會在哪嗎 我都不知道這個房間有炸彈 但我覺得可以處理到它 我以前做過類似的事 好喔 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你們這樣講的話 我會覺得玩這個遊戲 都沒意義了 到時候 我如果真的不小心生氣的話 我會把他直接關掉不完 那個 你們都先不要跟我講 他們之後怎麼樣 那是他們的事情 我現在只想好好體驗遊戲 好不好 我這邊先想清楚 你們不要 我知道你們或許都已經看過 聽過玩過了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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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什麼抱歉的 因為我底下雖然有寫 但我 我記得底下還沒寫到 那我這邊先跟你們講 因為我習慣就是 我想要看完完整故事 好 沒事沒事 我跟你們講 你們又不是像那個 我平常跟三歲小孩講話一樣 他講了聽不懂人話的 呵呵 我相信你們啊 對阿 因為你們不知道 我現在跟你們好 先講清楚啊 你跟三歲小孩 那個蟬蟬溝溝通啊 呵呵呵 我會加油的 你能做到嗎 但我們現在手要找的 我找不到他在哪 炸彈在某處 他線上線色血管亂穿 有機會換成LUNA那個角度玩嗎 不知道欸 我覺得應該不會喔 因為他已經跟他講答案了 就不會讓我們再去用了 這棟建築 我打敗了我一次 我不會再輸了 你再說他拿不起來 真不公平 我想炸東西 嗯 阿如果 如果我有問題的話 我會跟你們求救啦 好不好 呵呵 銀色鑰匙 玫瑰 可以搞定這一次 想到別想 我不同意 小蜘蛛好可愛 好 我們先看看這邊有什麼 好大的雞血 這很獨特 喜歡這些 這邊已經被擋住了 你再怎麼加油我都會死 呵呵 你才是應該能跳過去的東西吧 潛小偷 我接受挑戰 不會是為了偵探 我要讓你看看我的實力 開玩笑的 欸 欸 我們先看看這鑰匙 能不能在這邊使用 喔 這裡啦 沒有新人的時候 是不會死的狀態 欸 他如果沒有新人的話 這邊陷阱都不會開啟 沒有東西 鐵盤 那 一有新人過來 他陷阱就會打開了 橘形腿鐵盤 對 就是變成說 他們應該說 這棟建築物 只會把他們那個 藏在裡面 就是把他們關在裡面 但不會對他們做任何傷害 除非 跟辛西亞一樣 一開始的時候自己自殺 除非啦 嗯 怎麼會動懷錶 喔 在這裡 好噁心 看看喔 3 4 3 圓圓 OK 看看裡面有什麼 我要給我身體 然後應該是要把組合放在這裡吧 欸等一下 Luna的留言 不要放棄你的夢想 只要你有心 什麼都能做到 很高興遇見了你 喔 我看一下 現在機會難得 應該是有某種超自然吧 誰知道呢 反正他們現在遇到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 他那個 他是自己動的 不是他們想要修就可以修了 太誇張 只要有會修 為什麼自變了嗎 因為這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人的 另外一個人漢化的 跟漢化的人不一樣喔 剛剛前面我們玩的時候 那是Rabbit漢化的 他也是 本身也是一個遊戲的作者 就是那個 那個TrickoTrick 還有那個 女巫的茶匯 控制不住 喔 裁縫機喔 喔有裁縫機嗎 有嗎有嗎有嗎 欸有欸 唉唷 發生在這裡喔 會不會是 應該不會 我覺得應該不會 瘋得不錯 小時候經常瘋 我經常自己瘋衣服 這樣我叔叔就不用給我買件新的 不想變成累贅 你是個好孩子 尼爾 我不確定 嗯 好應該這個把他放在這裡吧 好 好 我沒有過去 我沒有完全大堆阿 被你們發現了 不是應該這樣講 我們以前玩的時候阿 東老師想說 阿那一個 他自己就會接起來 誰想到用裁縫機阿 找到鉗子 鉗子應該都可以用在這了啦 要把那個刺全部弄掉嗎 欸等一下 他這有書耶 他不知道這書阿 會不會有教人 用那個手語罵髒話 激活他吧 沒有想像那麼記憶人心 柱上的葉子是 嗯? 欸這上面寫的 die die 死嗎 你寫髒話對不對 我記得之前那個誰 那個 那個你們有沒有看過99 第六部 十字海 他那個 他打架的時候阿 你主角空調席人打架的時候阿 他就用手勢 比出了各國的彰化 哈哈哈哈 毫無疑問 把鉗子給我 然後躲在我們剛才打開的櫃子裡 我不是什麼專家 又可能搞錯 讓炸彈爆炸 如果你躲在櫃子裡的話 或許能活下來 看起來挺結實的 那你呢 當然會死一爆炸阿 你不想再見到Luna了嗎 不會讓你死的 別人的命 比我的願望重要多了 你不覺得嗎 那就由我來解決炸彈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看來你不懂我們的區別 如果你從這裡逃出去 還有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 太對了是不是 我就算在爆炸裡生還 我身邊也沒什麼價值 被困在這裡什麼也做不了 所以別…什麼 那隻念什麼 牆牛是怎樣 躲進櫃子裡吧 他叫他別倔了嗎 我不會躲 我要站在你身邊 你沒道理這麼做 這樣我們都會死的 我不怕死 但我不想把你害死 大理 你說得好像你知道炸彈會爆炸一樣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我知道你能拆了他的 所以我打算站在你身邊 因為我相信你 你確定嗎 我確定 完了 完了 我們要拆炸彈了嗎 你們準備要死幾次了 我現在很有壓力 這回不能失敗 要冷靜思考 有五根不同顏色的線 一根正確 綠色 小看我喔 媽的咧 幹 幹 我告訴你喔 聰明得很 紅色 你們是想害死我 想知道我總得知道的嗎 誇獎我啊 來啊 誇獎我 多誇獎我一點喔 搞不好會大巴斯被告訴你們答案喔 有啊還有提示啊 還有提示 剛剛我們不是有看嗎 葉子 那個樹上的葉子 剛剛提示上面寫的啊 樹上的葉子 那葉子什麼顏色 綠色 是不是 媽的 因為他剛剛講的啊 從頭到尾這樣子 這樣推論的話 登登 這次你不是猜紅這個藍嗎 對啊 可是我們這回不是啊 哼 聰明你做到了 不對了 太棒了 我就知道你能做到 我好高興 沒有 沒有不是 因為 因為 我有先去看一下其他東西 所以我大概會稍微想一下 當然啦 那個 其實剛剛 剛剛我 我其實想要猜黃色 因為一般大部分不是都說 那個金色的線嗎 哼 我想說 黃色應該跟金色應該是最接近的 後來想像不對喔 我記得好像有提示 變聰明不好玩 三小 雖然我現在已經筋疲力竭了 我也是 壓力太大了 我應該休息一下 我想坐死了 是不是也沒有錯啊 我心跳還是很快 但最好是我們做到了 我很高興Luna沒和我們在一起 她在這種情況下 根本無法保持冷靜 嗯?